现前的山水从来迷离 离开过他的心性吗 因为他不认识心性以后 他就妄想都是变成外在的势力 他越迷失心性 越迷失根本心中的道理 外在的那种幻觉就越强烈 那心性越失去福德也越失 福德越失外在的势力越强烈 外在的势力越强烈 那就是什么世界变坏处 处处都有灾沙 处处都有种种恐怖处 所以都是如此 所以当你要是明白如是心事 念一句阿弥陀佛 你都知道当下如何念 那是真供养大师志 那是真供养阿弥陀 所以那种发心里面就叫圣志中求 他不会觉得阿弥陀佛来不来接我 他只会认为说自己明明就是决心 决心如何 我在念一切圣人的名字当前 念阿弥陀佛的名字当下 我怎么念你之间 每个起心动力还是只会去认凡情 我应该念圣人的名字 念念如是赤诚恳切 现前的每一个起心动力 眼睛见四耳朵纹身 我都应该可以看得到 我已经慢慢站在圣人的角度 看感觉 你自己起的那一念中 你自己就变得出来 你念佛到底专心不专心 当你要是真正明白 你这句念佛专心不专心时 你自己就知道那一念心谁在成就的 不就是弥陀皆隐吗 那是真皆隐法门 你才会知道那种皆隐真实不虚吗 为什么皆隐真实不虚 那就是大觉应觉 所以在净土法门之中叫皆隐法门 他仔细思维皆隐就是决心的必然 决心的面貌就叫皆隐啊 你看到大山 大山不会活在你心中吗 那不是皆隐吗 你看到大水 大水不能利用你吗 那不是皆隐吗 假如世间都没有接隐的作用 你活在这世间是地狱是铁围 你看到一个模范生 模范生不就在接隐你吗 为什么会在接隐 心性如此佛性如是吗 所以当你真正知道心性如此 佛性如是时 你连接隐二字你都不会妄加解释 你就会拿足世二字接隐 来念念看到现在一个自己的发心 所以不但他能够在这句佛号里面专心斥成 而且他真正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圣之中求 所以当教生活起居种种心仪 远气如来无上妙之 所以将你生活起居种种心仪 你都会看得到它代表什么心 你如何远气如来无上妙之 你只要当下知道每一个心仪当先 举手投足代表什么发心 你将来就不会死在现在的自己感受之中的 一切行为当前而迷失了心性 同样这些行为都在 因为举手投足你身体都在 躯体都在 但是你念念之间懂得去解读心性时 将来就在心性之间 你可以看到你现在的每一个行为 每一个念头的安部 当你能够看到心性当前的每一个念头的安部 你住在念头吗 不住 可是心性当前的安部就是念头的安部 你还有捉持心性吗 不必 于是于心于念头 于心于现在的作用 根本圆容一片 叫做远气如来无上妙之 那么你才真正能体会到 那个心性之中跟当前所有这些行为的 根本面目根本关系 你明白当前行为的根本面目时 你活在世间每天看到都是自己的言行举止 每天看到都是过去你看到的一样的世间的观感 但是观感线前处都是智慧线前处 再也没有半点像过去凡夫那种着相的障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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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